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适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那烂陀寺 将近中午 我们往那烂陀寺 那烂陀大学 一进门 您便可以感受到 昔日他微微的风采 可以想见玄奘大师时代 据说成千上万比丘 在此参学的盛况 这里曾经是 为世中的道场 戒险法师的座椅仍在 是啊 似乎人人都想做 那伟大的金刚座 大做狮子猴 他们一届又一届伟大的校长 世青菩萨等人 很惭愧 未能一睹他们的风采 哎 谁叫我当年名落孙山 今天人家已经不办大学 我才来 住个侧吧 我终会再来 适时地来 成群的比丘 走在这里 成黄的袈裟在阳光下 绿草中 是如此耀木 又如此和谐 三位法师在树下合影 笑着说 可以盖盖人家 我们是纳烂陀大学当年的同班同学 可不是吗 虽然是细笑之语 然而在笑语之下 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 那依照戒律而建筑的一间间疗房 那个大造大景般的东西 每一样都是如此的寇人心弦 而谁来重整昔日的辉煌灿烂 面对这些断圆残笔 真有惊人不见古十月 今月曾经照顾人的感慨 大家快来看 毁不掉的佛像 有这么一尊黑亮的佛像 据说异教徒屡屡破坏 但他硬是让人家破不坏 用好多牛要托他 也是拉不动 给他建个屋子 屋顶却飞走 所以他就这么静静地 坐在三面墙中 右手的手指断了 鼻子也坏了 断坏的部分 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启示 总觉得 未说的比说的更多 更深 我们能从断址的佛像 明白什么 当风吹过时 那种特殊的振动 微妙的柔音 一转头看 是菩提树 多奇妙 多具有音乐性 和宗教性的树啊 如果一切都是因缘 那么世尊 那么世尊已和因缘 在此树下成道 纳烂陀寺的花 还是金黄微笑 灿烂如席 但是 何日这里 再有大师云集 再有法应宣流 其人已成莲花去 此地空于纳烂陀 中午 在纳烂陀中华寺吃饭 侨胞在树下零食设造 就煮出天厨妙供 席地或旧椅 吃酱起来 功夫好的人 不必现代厨具 不必生蒸海味材料 就可以煮出佳肴 快乐感谢的心境 什么都好吃 印度的人们 好奇地欣赏我们吃饭 露出好玩的微笑 我们也欣赏他们的欣赏 大约下午两点 开始朝向菩提场 菩提凯亚 这是佛陀成道的圣地 位于凯亚城内 一路上还是看不尽的印度平原 牛车 成群的孩子 顶蓝的妇女 茅屋和落日 傍晚 落日真美 太阳是胖胖的 红扑扑的脸 仿佛探头般的 在太庙和中华寺之间 晕红了半边天 太庙的顶 金碧辉黄 和中华寺的菩石 成了强烈的对比 一条香尖的小路 蜿蜒着 倒向那座佛子心中最神圣的塔 菩提凯亚塔 金刚大绝塔 金刚大绝塔 黄昏中 有好多人 有喇嘛 比丘 印度的 西藏的 泰国的 男男女女 迈向这座 屹立不动的塔 这座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的塔 您知道那动人的故事吗 为了保护这座塔 免于异教徒的破坏 为了后世的慧命 当年那些虔诚的佛子 用沙土覆盖了他 让他潜藏在山丘中 就这样 今日他还处理着 照耀我们的心 站在远处望着他 想起远古的种种 来到这里 我竟然没有飞奔着去拜祷在那 我按捺着一种激动的情怀 在远方静静的膜拜 在远方 我们看见塔顶 却看不到毕雕的佛像 入塔去 可以看见另一面 却不见塔尖的全景 我们被招待住在太庙 夜里 同行的朝圣者 一个个携带香烛和睡带 到大绝塔 准备礼拜大座通宵 刻起取证 当然我也要去 然而有一位法师发烧了 我回到太庙去为他看病 限于菩提加亚大绝塔 关门的时间 今天晚上我已不能够去 然而我心中没有遗憾 然而我心中没有遗憾 尽顶尽 以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 怀着一种无尽 怀着一种无尽的感激 与虔诚 也但愿拜佛如同看病 看清自心的种种病 太妙的夜 太妙的夜 奇妙的夜 妙顶的尖指向天空一片虚空 太妙的眼望向金刚塔 只是这样的距离 四近又远 看得见触不着 触得着又无法完全融合在一起 来了又观望 观望着心可切的波动 仰望着虚空的黑 不晓得黑夜如何变成了白天 是在哪一个刹那 他们的界限在哪里 烦恼又如何转为菩提 凝视着暗与明 你能否不眨眼 金黄的阳光中 进入菩提喀雅 老法师用感冒的声音勉力的解说 阿玉王石柱 木真龙王以自身为佛陀遮雨 欲泄而成的连池 佛陀的站立处 佛陀的精心处 我无意去记得那是佛陀成道后第几个期 只凝视着看不见的佛陀 问着为什么有这样的因缘 这菩提喀雅美丽的花园中 五色花里看得见的佛像 只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 走进这佛子心目中最神圣的金刚大绝塔 大家一起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那奇妙的共鸣回响 穿过塔尖和无始以来 一切众生的呼唤合而为一 化入佛陀慈母般的呼唤中 仿佛溪流奔向海洋 宛如一滴奇妙的泪水 化入恒河 点燃遥远带来的两颗小蜡烛 几只清淡的香 尽管它的光柔弱又微小 尽管它的香气也并不富裕 但是请接受它吧 亲爱的佛陀 请您用精力痛苦血泪的兜罗免首一处 来给予它光彩 我不明白什么是功德 而我所以感胆奉献出来 是因为您永远不会嫌弃它的微薄 即使是一个贫穷的老婆婆 割下头发买来的些许油 点燃的灯 即使是一个义无账物的老公公 破壁的裤脚撕下来献给您 您都能够接受它 一如王侯的七宝 这就是为什么我敢于拿出我袋中的小蜡烛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每在您跟前五体投地 虽然我很凶悍又愚痴 虽然我已经长到五尺多 然而在您面前 我还是个腼腆的孩子 在一切众生面前 也一样腼腆而怯弱 我总害怕稚气的言语 炒了他们的耳朵 害怕我粗陋的瓦 不适合他们华贵的屋 唯有在您跟前 我虽然腼腆 却最安然 因为您的心清静无比 当我在门口看您 您的眼睛如此威严 一面的忏悔不禁涌起 而当我多走几步 走进来看您 便发现那隐藏的慈悲 和无尽的包容 有一种笑容 从复杂回归到最单纯 据说 这座金刚大绝塔内的佛像 是弥勒菩萨所述的释迦佛像 由此 请看看一位圣者 如何来诠释另一位圣者 请听听一尊佛 如何赞叹另一尊佛 亲爱的朝圣者 您是否感觉得到圣者的胸怀呢 他们能雪中送炭 也能锦上添花 这里锦上添花的意义 自己不是谄媚 也不是屈炎富士 我指的是 对一匹井真诚的赞赏 并且高兴的献上一朵花 对一个佛子 雪中送炭往往不难 甚至冻死也不怕 而困难在于 当自己也有一匹井的时候 仍然能够献上花去完成别人的井 是不是 我们能否忘记自己 而融入另一条小溪 而诸佛菩萨教我们的是什么呢 看看他们各方的佛菩萨 不远千里共同护持释迦佛 他们共同来演了这惊天动地的电影 这一部教育片 甚至不惜写本 不惜挨骂 来演反派的角色 提婆达多 那个所谓的恶魂 是释迦佛的老师 为了成就他 特地视线来演对立的角色 多感人又多美啊 一尊尊古佛 有的演好学生 有的演坏学生 演得天衣无缝 来衬托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主角 可贵的是 当他们演自己的角色时 忘了他们原本是古佛 是倒架此行的菩萨 也不多说一句什么 就这样的把一部历久明星 永无止境的戏 越演越盛 演得叫人气下 然而 所有这一切 竟然只是为了您 为了我 这平凡无奇的孩子们 多幸福啊 您感觉到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吗 您感觉到他是主角 也是配角 也是观众 您是观众 也是配角 也是主角 竟然有这种戏吗 爬到塔上去 和一位寂寞的法师相遇 他默然端详着佛像 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穿流 在他们的眼睛中 有一种振战 穿入我心里 哪一部摄影机 能够拍下那种喜悦的真情 深刻的道情 那又如一脉西水长流 又如能够寒荣一切的身扬 在这金刚大绝塔的顶上 法师蹲下来 举了地上的一把沙 带着一种含蓄 幼儿童式的微笑 他说 我们充满了感激 即使是一片叶子 一只枯枝都想带回去 我明白 他带回去的意思 是为了不能前来的人 我们常会发现 我们常会发现一个抛弃名利 一个金刚会见斩秦司的人 原来是最多情 最深情 而又能够升华超越的人 只不过他们法 为众生辟的表达 不同于凡俗的 常法为君留罢了 这些法师从年老到年少都有 有的是寒冬的浅藏 有的是深秋的成熟 有的是盛夏的盎然 有的是初春的生机 就这样的组成了 朝圣四季交响曲 多美的乐音啊 没有一把提琴是可以缺少的 没有一只长笛是可以删去的 多么深知甜蜜的谐音啊 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老师 他出的考题多么难又多么快啊 在塔里面 大家才发了大怨 热情满腔的许下了诺言 才一出塔 考题就发下来了 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 不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吗 如何去度那个漫天要价的 纪念瓶小贩呢 该不是杀架才对吧 然而又该如何呢 如何去面对眼前这一排排 一只只伸长干枯的手呢 当我的口袋已经空无所有 而他们总是掏空了盆子等待侵入 如何去满足一颗贫穷感的心呢 我不会回答 不是说烦恼无尽是远断吗 这一道考题不过难免要烦恼一下吧 我们向释迦牟尼佛老师申请学校 他老人家就毫不客气的考我们一考 我不好意思拿出成绩单 因为都是红字 还有一些是鸭蛋 我们开出不少支票 却多数是空头的 这一群健忘的孩子 常常忘了去存款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现场教学 果冻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 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4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谋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 亲民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要供即甘露施食 恭请常驻法师祖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在佛教其实很强调就是我们一人要成为佛 我们是要脱离我们世界的任何的一个 就是会捆绑我们的元素 那是否在已经就是烧金纸给亡灵的话 是否也是会跟佛教的就是要脱离我们任何的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愿望 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人间的烦恼 就是我们烧金纸给亡灵 是否会给我们佛教想要脱离人间的烦恼 这件事情是否会有充足 我们刚有提到人类的欲望无穷 那我们烧金纸给我们的祖先就表示说 那我们的祖先还是跟人类一样 依然有那个欲望 那这就是跟我们佛教 对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刚刚师傅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 那就是所以烧金纸跟我们佛教里面的 佛法里面的是不是冲突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蒙山施食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食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通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 南传佛教的 玄缅殿 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秘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 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呢 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 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举例来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有没有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啊 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啊 我在吃糖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啊 所以呢 精子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一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精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精子 我得到只有精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啊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啊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看到的这个精子 而看到了 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精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精子 念一句 欧命佛佛 乃至于呢 我今天烧脂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颜经 华颜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善用之心 所以佛在华颜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阿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精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极乐世界 好多钱啊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命佛的功德啊 我烧脂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哎哟 欧命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楼阁啊 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房子啊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 我们要透过修行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 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